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360 快点来看一下上个礼拜车谈发生了什么大小事吧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第一则新闻就是全新一代的Toyota Prius 公布了详情 性能非常的出色 我们先来讲一下Toyota Prius 的律师 虽然说Toyota并不是第一个发布这个混合动力车款的人 可是他们却是最独立执行推动混合动力车款的汽车品牌 其实在1990年代他们就开始贩售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而第一款的混合动力车型就是Prius 而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演进 Prius 终于来到了第五代车型 其实之前甚至有消息指出 Toyota 可能会放弃这个全新一代的Prius 因为目前基本上Toyota 的所有车型都有混合动力 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做一个混合动力的车款出来贩售 但是这个新一代的Prius 却让我们大为震惊 因为这一款车变成了一款运动钢炮 首先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它延续一直以来Prius 的前卫设计风格 相比起第四代的Prius 我个人觉得第五代的Prius 虽然说前卫 但是更容易接受 第四代的Prius 有点太过前卫了啦 所以很难去接受它的设计风格 可是这个第四五代的Prius 看起来就比较顺眼 而且它采用这种类Coupe的设计风格 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我也可以讲这款车是史上最好看的Toyota Prius 因为这个内装不仅很有科技感 而且整个质感也不错 并且带着蓝色的氛围灯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科幻了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看到 Toyota 终于跟上潮流采用了非常硬的数位化仪表 看起来视觉效果就很出色 只是不知道在大太阳底下开车的时候 这个反光效果会不会明显 这个我们要等到看到车才知道 引擎的部分是2.0的自然进气R晶升循环引擎 匹配这个HEV或者是PHEV 也就是普通的混合动力 还有插电式混合动力 这一次这个Prius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的强 如果是普通的版本 它的0到100加速是7秒 这个7秒的成绩已经比很多的 涡轮增压车款还强的 如果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的话 更强 因为它配备了一个更大的电池 纯电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9公里 而它的0到100加速表现只需要6.7秒 这个性能 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它是Toyota 加上TNGA平台的Buff加成的话 这样的操控又行 性能又行 我相信应该会很多人喜欢这款车 只是目前我们不知道 UNW Toyota 会不会引进这款车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原产明年 会引进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跟一款这个纯电车型 也就是BZ4S 那么Prius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看下去吧! 第二则新闻就是Volvo C40 Recharge 正式登陆我国市场 成为了30万令吉以下性能最强的车款 这几年Volvo一直在马来西亚强推电动车 自从这个XC40 Recharge P8之后 他们在前几天又发布了一款纯电动车型 就是这个C40 Recharge P8 而且它采用是类Coupé的设计 所以这款车的外观设计真的是很好看 在前脸的设计部分呢 它跟小改款的XC40看起来是一样的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的车尾 它采用了一段一段式的3D LED尾灯 加上它这个Coupé的造型 我个人看了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也开了这款车 一下子 我觉得这款车真的会是我的那杯茶 因为它采用跟这个XC40一样的CMA平台打造 所以其实不管是外观 内装的设计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包括了采用这个Android系统的这个车机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大家最为关注的应该就是它的性能表现了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超过400HP 峰值扭力表现也超过600Nm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4.7秒 而且它的售价是288888令吉 所以你在这个价位里面 你真的找不到任何一台性能比它更强的车款 至于在电池的部分呢 充满电的话它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50公里 我觉得这样的续航里程也非常足够的 想象一下续航里程蛮长的 然后加上性能很出色 这个价钱低于30万 是不是很划算 第三只新款还是一款电动车 它就是Mercedes-Man 的EQE 350 Plus 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价格同样的也非常有竞争力 它叫做EQE就代表着它是E-Class的电动版本 这款车在外观跟内装的一些特性上面 都继承了E-Class的特性 首先在外观它还是采用了这一个EQ家族的设计 但是它没有连贯是头灯族 至于在尾灯呢 则是跟S-Class一模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个尾灯 而在内装才是它的精髓所在 首先在前面内装的设计 它采用了这个S-Class C-Class一样的大萤幕设计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至于在后座呢 则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不仅空间大又舒服 真的是一台很好的家庭座驾 而且这款车是一款长续汉的车型 怎么说呢 因为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充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行驶690公里 非常的惊人 690公里 至于在引擎的马力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92HP 峰值扭力表现565Nm 0-100的加速表现只需要6.4秒 而且支援最快170KW的超级快充 我觉得这样的数据摆在这边已经很出色了 你猜它卖多少钱 其实它只卖大概是42万令吉左右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去买Recon的Model 3的Long Range 也就是长续航的版本 价钱也是差不多这样 但是在Mercedes 你可以买到一款空间更大 然后续航也差不多一样的车款 是不是很划算 Mercedes 开出去都比较有面子嘛 对不对 最后一则新闻呢 是性能迷都很期待的新闻 也就是这个GR Corolla 将要来到我国市场 预计售价大概是在30万令吉左右 如果你是JDN 的粉丝 你对这款车应该会很期待 因为这款车是那么久以来 Toyota 打造的少数性能钢炮之一 而且重点是这款车型是五门鲜辈 所以实用性是非常的高 你不要看它主打实用性啦 但是其他它的细节都是非常非常的硬派 其中就包括了来自GR Yaris的 1.6公升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提升到300HP 峰值扭力表现450纽顿密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1.6公升的引擎哦 它的马力表现那么强哦 所以开起来也很爽 而且它的0-100加速表现 其实也不到6秒 大概是5秒多一点点而已 根据实测大概是5.4秒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很爽了 然后重点是六速的手牌 加上WRC血统的这一个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这个真的是很完美 而且重点是它的价格大概是30万令吉左右 想想一下当时的这个GR Yaris 都要288,000令吉左右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价钱是不是很划算 不过据说会面明年第一季发布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快点去询问一下详情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在影片结束之前呢 让我们为这个在巴当嘎利 露营地土崩而上升的遇难者莫哀一下 希望他们的家属都可以 早日放下啦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